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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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各位同學大家好 太開心了 太開心了 要這個發雞牌烤乳豬啦 那路萬都一那那呀嘿嘿嘿嘿嘿 太開心了 尤輪次來 今天太開心了 什麼事呢 蔡同學 你快不行啦 胡孫 好 今天我们要从法国尼斯的海岸边传来好消息 林环强教授在英国高等行政法院取得胜诉 接下来有的完了 好 太好了 你知道我今天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在干嘛吗 今天有很多特别的意义了 是七七事变嘛 那七七事变在美国呢 今天是8号 在台湾是9号吧 9号是什么日子呢 是个大日子 7月9号 2023年7月9号是个大日子 三年前 一只伟大的狗诞生了 2020年的7月9号 Pico诞生了 今天是我家的Pico 三岁生日 你看这个上帝真是 真是逗我开心啊 我今天很开心 我本来啊带着Pico要去买他的生日礼物 所以我就一路带着他 结果在门口 晚了一个小时 他的生日礼物店已经关了 我一台楼看 我低头再一看 看到了我传来的简讯 我们在英国端取得一胜 这是林环强教授的脸书 我太开心了 我拔腿就跑 好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带Pico去买生日礼物的画面 今天是Pico的三岁生日 带他去买礼物 在门口干嘛呀 嗯 喝到老乡了 闻到老乡的味道 好 今天我们在英国取得这一胜 非常非常的重要 在上一个连续在英国行政法院拜了好几场 那已经是间隔了两年半 那我告诉大家的是 弃而不舍啊 弃而啊 对不对 南极弃而 北极弃而 南极才有弃而 北极是雄 这弃而不舍 真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乌星兴起可行 则宜山填海之南 终有成功之日啊 真的 这真的是 真的是 你知道 力根源在破炎中啊 千敲万极还监禁 任耳东南西北风啊 这个实在是一个 宇宙政议学院同学们 坚持不懈 还有在网路上那些无名英雄 不断的去敲这个伦敦大学 ICO 的门 然后被骂Vexatious 被骂小粉红 被抹红被抹黑 然后遭烧各种各样的屈辱 我们终于获胜了 证明什么 真正Vexatious的是谁 这英国伦敦大学嘛 这很明白了嘛 好 那其实这辞来的胜利啊 就敲开了整个犯罪集团崩溃之门 那些小喽啰 真的 赶快 大家注意哦 去卖泳衣泳裤 海水退潮了 这些人要开始买游泳裤了 这些人包括谁呢 包括这些法院的恶观 包括行政恶观 包括在英国的 还包括了那些在网路上面的那些酸民 还有那些社会贤达 还有在美国在英国帮忙串政的那些人 还有在台湾的一些媒体人 哎 准备买游泳裤了啦 我告诉各位 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 圣经上早就讲了 不只是路加福音 八章十七节 在马太福音 在马可福音 一共讲了四遍 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 这是上帝非常清楚的教训 昨天呢很巧 江建祥律师是我师大部中的学长 因为他在美国他非常爱护我 他偶尔就打打电话给我给我鼓励鼓励 他突然跟我讲说 阿尔文正啊你在台湾的官司打不赢的啦 他说你要不要稍微休息一下 过了一阵子等蔡英文下台再来攻 他说我是舍不得看你花这么多的钱啊 这个官司费用 而且你知道你这样一直拜哦 支持者心里面会很冷 就是会开始灰心啊 那当然各位知道哈 我这个人就是我越拜我越强 我就是拜一个拜数我就要告三个 我跟他这个江律师说没有关系我卖房子 我说我的人生啊我赌这一亿 我不是赌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的人生来讲 是太重要了 一个完全就是栽赃的莫须有的耻辱 硬要加在我的身上 而我做的这件事情呢 不过就是把一个真相告诉世人 要遭受这么大的屈辱跟逼迫 我说无论如何于公于私 我是不会善了的 宇宙政经学院的同学们 放在我身上的期望 跟我们共同的誓约 是不能够轻易就这样算了 我说呢 对 我可以把这个战役往后演一点 但是我这样打这个仗义是有节奏的 因为我们要在台湾想尽办法 把这些恶官犯罪集团的人 一个一个用钓鱼的方式钓出来 将来等到我们整个案子破案之后 我一网打尽 包括台湾的司法恶官做一次地毯式的清理 这是我这样做的目的 对花一点钱 这我承认 但是我说 圣经上说积财宝在天 花的不是小钱 但是我个人认为了 留个名在 留着一身轻欲 比留着一身人在天堂 钱在银行要好 那我留给我的孩子们 将来就是 爸爸的背影 我不要留钱财给他们 我说好 反正我不惜代价 那张律师的学长就跟我说 他说对啊 你可以这个 其实弹性策略一下的运用 我觉得也有道理了 不过这个问题就出在说 孙中山前面十次起义都失败啊 就最后一次武昌起义成功啊 对不对 那我们也可以说 孙中山你可不可以不要前面十次都不要输好不好 你就打第一次最后一次武昌起义就好了啊 你干嘛神经病你前面还来个什么 呃 广州起义就拜两次 对不对 而且还有死了这么多人 黄花岗有名的有幸的就七十二烈士 那你就最后一次武昌起义就好了 可是 没有前面这十次哪来的十一次 若非一帆寒彻骨 淹得梅花扑鼻香 对不对 所以 这件事情 当然 是很辛苦啦 尤其是 宇宙真心学院的同学们很折磨嘛 一路输嘛 在台湾也输在英国也输 终于 天亮了 我其实很早就告诉同学们说 我们是一定会赢 因为这场仗完全没有输的空间 证据这么清楚 而且是穿越时空的 不是只有一个证据 至少呢有二三十个证据 都是没有办法搅赖的 你再怎么去串政 再怎么样把公文透过什么恶官 陈诗廷李燕怡 塞到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没有用 因为人证物证一个一个浮现 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在英国启动行事 一个一个传唤这些 我真的不想骂人 可是我真的很想骂人 好这些人我们会一个一个的去传唤他们 各位知道在英国的律师 有调查权有传唤权 如果呢被传唤的人不回应 那也是一种回应 将来在法庭呢一并算账 所以现在开始 准备让护导 术导胡孙散一波一波的下去 待会我们就来看林焕强教授的脸书 在高等行政法院到底取得什么样的胜利 这个胜利简单的说就是 打脸前面英国伦敦大学 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打脸这个英国的资讯特论官办公室 打脸英国行政法院的一审 你们通通都错了 Error of Law 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 你们是错误的法律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接下来请你们重审 重审怎么审呢 交给张永慧吗 对不起请你们换个法官重审 重审什么呢 我们要开始重启调查 蔡同学 一旦重启调查你就死啊 这段广告马上回来 录在统川 白鱼 Method fond 八的大方他要认为 小白鱼ности 一旦独川 六千 deinen人 成正寺法 来灼台湾 起来灼台湾 让咱八谢日治的心安 小白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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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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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